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位皇后 两个让她爱到了无疑附加的程度 一个让她恨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 那么同样是贵为皇后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这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请请关注青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寅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青十二帝后宫一案第六集 乾隆帝爱恨娇家的三个女人 乾隆皇帝啊 他是雍正皇帝的第四子 名爱新觉罗红利 二十五岁登基 在位六十年 又做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太上皇 活了八十九岁 他是我国呀 封建社会当中 长十全最久 寿命最长的一位帝王 他处在康乾盛世的巅峰时期 他的功绩是很选赫的 第一 他编修文化典籍 乾隆帝爱期间呢 他利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编修了一部大型文化典籍 叫赐库全书 这个典籍非常浩大呀 他有三万六千三百册 就是乾隆皇帝 对我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第二 统一新疆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 两次进兵北疆 平定整个叛乱 那又进兵南疆 平定回步叛乱 在新疆啊 设立参战大臣 那么家乡了中央政府 对新疆的统治 统一了新疆 第三 创立管理西藏制度 乾隆皇帝 两次击败 古尔科的入侵 那么创立和建立了 钦定西藏章程 并且呀 创立了 金平撤迁制度 加强了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第四 捐免天下钱粮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乾隆皇帝 曾经五次 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 三次捐免江南曹粮 这个银子啊 累计高达两亿两 相当于清政府 五年的国民总收入 大家看一看 这个乾隆皇帝 对历史做出了重大共享 那么这样一位帝王 他长个什么样呢 我们看好多电视联系剧里面 有好多版本的乾隆皇帝的形象 我们看清史稿怎么说 这个清史稿啊 用四个字 概括了乾隆的长相 说他隆准其身 就是一个高鼻帘 身材修长的男人 像我们今天说 就是一高富帅呗 这样一个帅哥天子 帅哥皇帝 在他的后宫之中 又有哪些表现呢 我们呢 研究了乾隆皇帝的后宫资料 发现乾隆皇帝 有后妃四十一位 这些有名有姓的呀 达到四十一人 这里面呢 有三位特殊的女人 虽然都是中宫皇后 但是呢 他们结局和命运 却迥然不同 那乾隆皇帝 对他们的态度 有天壤之别 一位是备受尊敬的 孝贤皇后 一位是恨之入骨的 乌拉那拉皇后 一位呀 是宠冠后宫的 孝姨皇后 同事皇后 怎么在态度上 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我们从这里呀 能够看出乾隆皇帝 有着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三位皇后啊 一一讲给大家 首先 首先讲一下 这位备受尊敬的中宫皇后 孝贤皇后 孝贤皇后啊 傅察氏 在雍正五年的时候 她十六岁 嫁给了十七岁的弘历 那么入宫之后啊 这个傅察氏很是努力 所以乾隆皇帝 对他倍加尊敬 那原因呢 大致有三点 第一 出身尊贵 这复察氏啊 他的先祖啊 这个望金奴 那努尔哈氏时期 就带领了家族和部众啊 追寻努尔哈氏 那么高祖哈氏屯 是皇太极和顺治时期的 太子太保 功劳大嘛 那么祖父米斯汉 是康熙时期的 一政大臣 父亲李荣宝 是查哈尔总管 家人 都是啊 有着高官的这个 这个 选贺的地位 第二 这个傅察氏啊 很节俭 这个傅察氏 虽然身为中宫皇后 但是啊 非常简朴 你看人家出身于贵家小姐 不侨幸 从来不披金挂银 资料中说 啊 这个孝贤皇后啊 朱翠等式 未尝佩戴 为差 通草 绒枝等花 你看他佩戴的是什么呀 是那些最原生派的东西 对那些个这个金云珠宝 不感兴趣 非常简朴 那么第三 傅察氏非常勤勉 对于太后啊 人家侍奉的是勤勤恳恳的 对乾隆皇帝呢 那更加是周到负责 比如有一年呢 乾隆皇帝身上长了个结子 这个结子啊 就像毒窗一样东西 这个育语诊断呢 说他得养一百天啊 才能够恢复元气 这孝贤皇后不放心呢 这个奴仆们太监们 能伺候好他吗 于是他搬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外屋 在那看着 日夜守候着这个自己的丈夫 尽心尽力的负责 过一百天 乾隆皇帝好了 身体复原了 他才撤 你看 乾隆皇帝呀 给他以高度评价 所以啊 乾隆皇帝呀 就有着这样一个决心 如果皇后将来有了儿子 我一定要立他为太子 那么呢 雍正八年 孝贤皇后啊 当时还是一个福晋 就生下了他的皇子雍脸 这个红历呀 对他寄予厚望啊 在乾隆延年 乾隆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啊 他就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要把这个皇子啊 立为皇太子 当然当时是秘密立处的 那我想啊 孝贤皇后啊 当时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从自己夫妻之间的感情来说 从乾隆的平时表情 表现来说 他肯定永连已经被立为皇太子 可这孩子啊 到乾隆三年的时候啊 他感染了伤寒 年仅九岁就去世了 这个永连的去世啊 给这个孝贤和乾隆啊 以极大的打击 这个皇子 已经被立为皇太子 死了 对乾隆皇帝啊 为他修建了豪华的 皇太子的元寝 给他举办了隆重的丧礼 从这个孝贤皇后 这个皇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光悲痛是远远不够的 他心里很清楚啊 还要继续努力 否则没有前途 于是啊 在乾隆十一年 这个傅察氏又生下了 乾隆的皇妻子永从 这个永从的殊生啊 给这个乾隆夫妻 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乾隆皇帝决心 把这个皇子再次立为皇太子 不过他还没有下手的时候 到第二年 也就是乾隆十二年的大年三十 永从啊 不幸感染了天花去世了 这真的是太不幸了 才两岁就去世了 而且是在大年三十 但是啊 乾隆皇帝知道 自己再悲痛 那还能有皇后悲痛吗 所以啊 他对皇后啊 出于尊敬 先是劝解 就不要太悲伤 我们将来呀 还有希望 给他希望呗 那么接着 乾隆皇帝决定 要提高这个皇子的丧葬规格 那么就把他葬到了珠花山 皇太子冤秦里面 和第一个太子一样葬进去了 目的是为了安慰 这个皇后复查室 两度丧死的打击 对孝贤皇后 可以说是致命的 一个生活在深宫中的女人 尽管她得到了乾隆帝的敬爱 可是中年丧死 这种打击 放在任何人身上 恐怕都是难以释怀的 乾隆皇帝为了开解孝贤皇后 特地安排了一次秃游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乾隆帝出于好意而安排的这次出游 竟然让孝贤皇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里气氛太凝固了 让大家都感到透不过气来 赶紧出去吧 到外面去玩玩 他们选中了山东 乾隆十三年 二月初四 组织了大批人马 有太后皇后皇帝等等 这些人直往山东而去 这个线路啊 规换得很好啊 登泰山 拜孔庙 然后到济南 看暴吐泉 玩了一个月 很是开心 可是啊 在返程时候却出事了 玩了一个月 准备回来了 这个乾隆皇帝呀 独出心裁 这他说咱们这回去的时候 咱不走陆路 咱们走水路 沿着运河 坐坐船 玩玩划船 不挺好吗 大家能有什么意见呢 都很愿意 孝贤皇后啊 其实这一时 她已经精疲力竭 你想这个皇后 刚刚丧子 才过了两个月吧 这个心情是很压抑 很低沉的 情绪 怎么能通过这种形式释放呢 而且啊 在这个走水路的时候 你想 阳春三月 北方还春寒撂翘 温度很低呢 所以 这皇后不幸感染了风寒 居然在三月十一日 当天就病逝于德州的船上 你说这乾隆皇帝得多后悔呀 自己本来打算通过水路 给皇后另外一个 论游的邪恤 没想到啊 就此一去不返 皇后死了 乾隆皇帝极为悲痛 为了表达自己对皇后的尊敬礼敬和歉意 乾隆皇帝呀 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 为皇后圆懵 这个孝先皇后啊 生前曾有一个梦想 她说呀 我朝后世上一字 皆用孝字 唐许他日 事为贤 竟当终身自立 以赴此二字 我朝规定 这个皇后第一个字都是孝字啊 这个不错 你想孝亲啊 孝真啊 孝庄啊 等等 那么第二个字是关键 这个皇后说了 说将来我死之后 如果能用贤字作为我的嗜好 那我死而无憾 这乾隆皇帝这些时候就想起当时 皇后有这样一个要求啊 所以啊 乾隆皇帝 啊 这个就给礼部下旨 就是为孝先皇后吧 为皇后圆了梦 第二 为皇后去世 累兴暗欲 说兴暗欲这件事情啊 那是乾隆皇帝心很烦 皇后死了 尤其是在累兴途中去世 心里很烦 看什么事都不顺眼 所以啊 兴起了很多暗欲 比如 永皇案 永皇是乾隆皇帝的长子啊 大哥永皇 他的生母啊 是哲敏皇贵妃 是一宫女 虽然是长子 但是在乾隆皇帝心目中 并不占地位 但是啊 孝贤皇后病逝 这永皇啊 有了一点想法 他怎么想的呢 他说呀 不够崩事 兄弟之内 唯我举掌 日后 除我之外 谁刻奸惩重器 遂至妄生寄予 这永皇你看 他想做太子了 乾隆皇帝说 你想什么呢 有你什么事啊 对他进行了一番责备 但是乾隆皇帝啊 没想到这孩子很脆弱 这永皇啊 过两年就抑郁而终 年仅二十三岁 再比如啊 剃头案 说在这个皇后 这个桑期啊 是属于国桑 国桑期 男子是不能剃头的 那需要一百天 你得忍着 不能剃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清朝男子 额头上头是要剃掉的呀 说你一百天 三个多月不剃头 彭头够面 这心里面的难受啊 所以啊 有好多男子啊 就剃头了 比如总督 周学健 赛伦俄 巡抚 彭树奎 杨西福 说这些都是高官的 一二品大员 说国家有这种制度 你不知道吗 单身把头剃了 对千龙皇帝非常气恼 得到报告之后啊 决心各处他们 那么最终啊 他选中了周学健 你不是这个总督吗 我就惩罚你 次令周学健自尽 杀鸡给和汉 第三 作文追思 千龙是一大才子啊 人这一生当中留下了四万多首诗 皇后去世 千龙皇帝写了很多追悼的诗 第四 赌物思人 千龙皇帝啊 在孝贤皇后去世之后 他这个心里面这种悲痛劲 总有过不去啊 所以他命令 孝贤皇后生前居住的长春宫 要开辟为纪念馆 要把皇后生前的东西啊 在里面保持原样 他经常啊 每到年节的时候啊 都要到长春宫去 坐在那里面 思念自己的皇后 怀念他们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 第五 推恩母家 这个孝贤皇后去世之后 千龙皇帝啊 对孝贤皇后的娘家人 被嫁照顾 照顾到什么程度呢 答案就是说 故宠世后祖 先后应五等封决者 复查室翻十四人 有十四个人被封冠尽决 尤其是有了爵位 这真是太离谱了 千龙皇帝啊 还和这个复查室家族 皆为儿女亲家 比如啊 千龙皇帝的皇六子永荣 就娶了孝贤皇后的侄女 为嫡福晋 那么这就是千龙皇帝啊 这位备受尊敬的孝贤皇后 千龙帝对孝贤皇后的尊敬和爱 让我们看到了 她在叱咤风云 沙发决断以外 充满温情的另一面 她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 一个爱此情深的父亲 一个失去亲人 而悲痛欲绝的男人 可是在千龙的一生中 还有一个女人 乌拉拉拉皇后 同样是贵为皇后 她的结局却十分凄凉 不仅被打入冷宫 甚至死后 千龙帝也不允许她 葬入自己的御灵 可以说到此千龙帝 也没有原谅她 那么他们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千龙帝始终无法释怀呢 下面我讲一下 这个千龙皇帝 恨之入骨的乌拉拉拉皇后 千龙十三年呢 孝贤皇后去世 这个皇太后很着急啊 就问这皇帝 说你看 皇后去世了 你的后宫 不能总这样空着呀 要再封皇后 千龙皇帝这个没有一种心思啊 所以啊 她就说皇后 这个太后 您来选择吧 自己啊 其实有推脱的心绪 没有心情 太后啊 就告诉千龙皇帝了 她选中了乌拉拉拉市 千龙皇帝 先说这人还不错吧 平时有所感觉 于是 乌拉拉拉市 就荣幸的 被尽封为 中宫皇后 尽封皇后之后 这个一度很得宠啊 在这个啊 乾隆的后宫里面 生儿育女 也很有权势 也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 可是 后来发生的事情啊 却不尽如意了 那么在乾隆三十年 乾隆皇帝 第四次南巡 到杭州去玩 本来很高兴的事情 陪着太后 带领后妃 中宫皇后当然少不了了 一起到南方去玩 那么就在啊 人间天堂杭州的时候啊 这个皇后啊 出事了 乾隆皇帝啊 说她疯了 我们看她怎么说 去年春 朕供奉皇太后 寻姓江浙 朕成桓恰姓之时 皇后姓乎改长 于皇太后前 不能恪守孝道 笔至杭州 这举动游乖正理 济泪风靡 说她疯了 那么人无缘无故的 怎么可能会疯掉呢 乾隆皇帝啊 对此并未解释 但是过去了十三年 到乾隆四十三年的时候啊 乾隆皇帝 自己道出了真相 他说 自行简放 国俗所罪计 而比悍然 这个意思就是当时 我为什么说她疯了 是因为她悍然 剪掉了头发 说剪发 怎么人就会是疯了呢 因为呀 满洲有一个旧俗 就是说 女子啊 只有在老人 丈夫等等 长辈 去世的时候 才把头上的首饰摘掉 然后劈散开头发 剪掉耳边的一柳 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相当于殉葬 以发带头 相当于殉葬了 那么在后宫之中 也只有皇帝和太后去世 那么作为中宫皇后啊 才这样做 但是乾隆皇帝 并没有解释 皇后为什么这么做 一定有原因呢 我们呢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 从乾隆四十一年 军基础档案里面 看到了事情的原味 说乾隆四十一年 有一个山西高平人呢 叫严增的 给皇帝去 内容涉及到 官僚腐败 等等这些敏感的话题 那么在里面呢 他千不该万不该的 提到了当年 纳拉皇后 剪发这件事情 他提了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他当时啊 浑然不觉 不知道自己 已经死到临头了 把这痘诊写好了 每得在这都封上 但是自己不能够 给皇帝递上去啊 级别太低 就找了一位 大学士书赫德 让书赫德呀 代为转程 这书赫德说 你写的什么 我就给你转程啊 打开来看 这个汉呢 就下来了 这种事你也敢提吗 于是 书赫德 命令把严增拘捕 查查了他的住处 那么在审讯的时候啊 严增这样说 人家都说 皇上在江南 要立一个妃子 纳皇后不一 因此挺住 将头发剪去 你看从这里面 严增说出了 纳拉皇后 为什么剪发 原来呀 是乾隆皇帝 他已经是 移情别恋了 他有了新欢 他要封一位妃子 所以呀 皇后不满 非常生气 那么这件事情 既然已经发生 这纳拉皇后 肚子很过分呢 把头发剪掉 诅咒太后和皇帝 所以乾隆皇帝 非常生气 就给这皇后 进行了处置 你别跟我们一起 带旅游了 这么扫兴的一个人 就让人把提前 护送回京师 然后呢 废掉皇后 所有的封号 从妃子到贵妃 到皇贵妃 到皇后 这么多的封赠 那是皇帝的恩宠 是自己的资格 和资历呀 将和皇帝 全部废掉 收回 销毁 你没有证件了 那叫什么皇后啊 给收回来了 然后呢 打入冷宫 皇后被打入冷宫了 那么只有 原来有十名宫女 伺候她 这回只有两位 处在冷宫之中 这乾隆皇帝坐这 这个还不算完呢 乾隆皇帝 要真正的废后 但是我们知道皇后是国母啊 一把国母废掉 那王公大臣 岂能干呢 于是 上书 陈鸿谋 托雍 侍郎 阿勇阿 前入城 和御史 李玉明 纷纷上书 阻止 乾隆皇帝 废后 乾隆皇帝 一看是 勃然大怒啊 那好 我就成全你吧 于是 阿勇阿 被发配 黑洪江 那么 御史 李玉明呢 被九条锁链锁住 然后 发配新江 乾隆皇帝啊 成出了一群 王公大臣 那么在乾隆三十一年 那拉皇后啊 在冷宫中 去世 很是孤独 很是凄惨 可是我们说 人死为大 他已经去世了 乾隆皇帝 你原谅他 不就得了吗 但是 乾隆皇帝 仍然不依不饶 虽然 那拉皇后 已经去世 仍然遭到了 乾隆皇帝的惩处 第一 降低皇后的 三万规格 这本来你没有 废掉人家的名号啊 你只是打我冷宫了 还应该按照皇后之力 勋国丧 但是 乾隆皇帝 给降了规格 以皇贵妃里 入葬 这个 那拉皇后 给降格了 其实啊 皇贵妃这样的规格 也远远没有达到 第二 不允许 皇后 关锅 进入玉陵地宫 这个 玉陵是乾隆的领木啊 之前 连皇贵妃都进去了 可是呢 乾隆皇帝 却不允许 这位皇后 进去 拒之于 帝宫之外 第三 不允许 皇后 有自己的帝宫 不给建陵 而是 把她塞进 别人的帝宫之中 那只能塞到 妃子的帝宫之中啊 第四 不给皇后 嗜好和神牌 我们说这个嗜好 是盖棺定论呢 你有嗜好 才能有神牌 这个耳朵们 后来人 才能朝神牌行礼 祭祀你呀 这是一种 很高的政治待遇 这种待遇 皇后必须有 但是 乾隆皇帝 给废除了 这是对死者 最大的乘处 第五 皇后的棺材 质量低劣 按照这个 清宫典籍的记载呀 皇后 皇贵妃的棺材 应该是金丝楠木的 可是内务府作案中 却记载 这个皇后的棺材呀 承造金棺 取用山木 我们知道这个山木 是最低劣的 这个后宫中 所用的木材了 那些个贵人 常在答应 他们的这个木料 都是山木 可是 这个皇后 你就间隔 还是皇贵妃呢 也应该使用金丝楠木啊 那么第六 出殡规模 冷冷清清 按照清朝典籍 皇后出殡 应该是7920人 台这棺材 轮班台 可是啊 我们查答案的时候发现 这个纳拉皇后出殡的时候 只有64个人 排这棺材 天壤知别呀 那么不仅如此 纳拉皇后去世之后 还牵累了她的儿子 十二阿哥永基 本来这个永基呀 很有资格和能力 来成为皇太子 是皇后之子吗 是嫡子吗 能成为皇太子 可是乾隆皇帝迁怒于她 使得十二阿哥 终生都没有获得封决 此后也很冷清 二十五岁就去世了 英年早逝 被葬到一个很小的陵墓里面 受到母亲的迁累 在乾隆帝的后宫中 还有一个女人 她生前得到了乾隆帝的百般宠爱 为了她 乾隆帝不惜违背皇后在 不封皇贵妃的惯例 也因此使得乌拉娜拉皇后 闹出了剪发事件 而被打入了宫 她虽然生前没有被封后 可是却在死后 得到了皇后的封号 她就是乾隆帝的第三个皇后 孝仪皇后 这个孝仪皇后啊 姓魏家世 她出身于汉军褒义 这个褒义啊 就是奴仆 所以这样一个出身 在宫里面 她的最初封号 就是一贵人 这捆迪夏的一个封号 所以啊 使得这个魏家世 在皇宫里面 小心翼翼 所以她不得不这样啊 你那样的一个封号 那样的一个出身 而且这个魏家世 比乾隆皇帝一样 小十六岁 很年轻 对乾隆皇帝 很关注这个女人啊 这个小女人 小心翼翼的 小心谨慎的 又很年轻 非常喜爱 那么乾隆皇帝 在乾隆十年 给这个女人呢 下了一个评语 他说这个魏家世啊 是一个啊 具有柔家之治的女人 这个柔就是温柔 家就是美丽的意思啊 又温柔又美丽 当然喜欢了 而且还很年轻 所以乾隆十年开始 乾隆皇帝啊 就把这个柔家戴在嘴上 想起这个词 就想起这个女人 所以这个魏家世 在后宫之中顺风顺水 发展得很顺利 晋升得很快 收获很大 第一 封号稳步上升 那么魏家世在这个啊 多年的发展过程之中 他的封号啊 逐步上升 乾隆十年 被尽封为贫 那么乾隆十四年 尽封为妃 二十四年 尽封为贵妃 三十年 尽封为皇贵妃 这个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已经是封号中的极限了 你想当皇后 那个不可能 很不容易 这有皇后 所以他已经发展到 皇贵妃 这样一个很高的等级 第二 宠冠后宫 这个魏家世在后宫之中 乾隆皇帝啊 很是宠爱 他有十年之宠 所以魏家世 从乾隆二十一年 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 在这十年之中 连续为乾隆皇帝 生育了六个孩子 其中四个皇子 两位公主 第三 在功斗中 大获全胜 这个魏家世是一个敢于挑战极限的女人呢 那么他虽然做到了贵妃 但是他说 这不是我的目标 也不是我的最高要求 我要做皇贵妃 那怎么可能呢 皇帝 有皇后在的时候 从来不封皇贵妃 这是一个尽力 这也是一个惯例 因为你封皇贵妃的时候 会对皇后造成心理压力啊 所以皇帝一般不封皇贵妃 但是魏家世要做 我偏要做皇贵妃 这个事情 在乾隆三十年 乾隆皇帝 第四次南巡的时候 在杭州 魏家世提出来了 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请皇帝表态 这个皇后恕我坚决反对呀 双方对质 但是啊 这个时候 乾隆皇帝 皇太后 都倒向了皇贵妃一边 同意晋升 这不犯了机会吗 所以那拉皇后简发了 她简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一场宫廷斗争 那拉皇后惨败 而这个魏家世 大获全胜 如愿以偿 第四 儿子被封为皇太子 这个魏家世还有更大的野心 自己呀 做皇贵妃 儿子还要做太子 我这么多儿子 我这么多儿子 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啊 将来能够作为太子 自己没准将来还能做太后呢 这样一个美梦 终于在乾隆三十八年冬至节这一天 实现了 乾隆皇帝呀 立魏家世的皇子 皇时无子 永远呢 做了太子 那么这件事 当然是秘密立的处 但是因为魏家世 宠冠后宫 他心里面 明镜是 他知道这事 他了解 这个太子 一定是我的儿子 第五 死后想哀荣 乾隆四十年 魏家世啊 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去世了 这一年呢 他四十九岁 可是啊 由于他生前宠冠后宫 死后仍然有两个重大收获 第一 他被追封为皇后 他的神牌呀 被供奉在太庙和奉献殿里面 那么第二个收获呢 就是他的棺材葬入玉林地宫 世世代代 永远的陪伴在 乾隆皇帝的身旁 这个魏家世真是太不简单了 那不仅自己取得了最高封号 儿子做了太子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俘获了 乾隆皇帝的心 使他得以宠冠后宫 那所以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乾隆皇帝这三个女人 孝贤皇后 恰如其分的 利用了他的这个尊贵的出身 和高贵的身份 而赢得乾隆皇帝的尊敬 纳娜皇后呢 这是挥霍了和浪费了自己 中公皇后这样一个至高的身份 以极端的形式来惹恼了乾隆皇帝 使自己成为乾隆最憎恨的女人 那么孝贵皇后呢 这是充分利用乾隆皇帝 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 极尽心智的努力 使自己成为乾隆皇帝 宠冠后宫的女人 所有们看 乾隆皇帝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 成全了两个女人 孝贤皇后和孝贵皇后 同时啊 他也毁掉了另外一个无辜的女人 这就是乌拉纳拉皇后 那么乾隆皇帝去世之后啊 他的儿子永远继承了地位 这就是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是一位平庸的天子 那么这位平庸天子的后宫 是否也如他一样平淡无奇呢 现在我们再见